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 电视虽然已经死了 可这件事在我心里一直不安 你若是出空能帮我查一查这事 也是极好的 只是这事怕是有点难 或许已经死无对战 或许也会 也会让你受牵连 损了你的青云之路 娘娘严重了 娘娘放心 微臣一定竭尽全力 为娘娘办妥 林哲 多谢你成全了我和永俊的骨子之间 如果这件事到田氏这儿 就另无隐情了 永俊在九泉之间 也可以稍稍迷雾的 娘娘 您心中的苦 被震动 曾经在冷宫的时候 虽然你我都彼此落魄 但至少 我们还可以相互关照 但现如今不同了 与你有别 为谁能为您做的 就是无论您需要我做什么 只要为这能做到 一定尽心尽力 万死不死 还请娘娘放心 在宫中本身 可依靠的人不多 能托付的人就更少了 幸好有你和海岚 与什么 女仙 娘娘客气了 娘娘 奴才给皇后娘娘请安 你是太后宫里的 是 皇后娘娘 太后请您和十二阿哥 往慈宁宫一去 知道了 奴才告退 微臣告退 请娘娘保重身子 来 永基 过来 到皇妈母这边来 来 有没有喜欢吃的 永基 尽管拿自己喜欢吃的 多谢皇妈母 乖 那 跟福家姑姑 下面去玩 走 跟福家姑姑玩去 把你们娘儿俩叫来说说话 是因为皇帝和横措 都惦记着你们的缘故 多谢皇上和长公主的关怀 皇帝 皇帝都向哀家问起你的近况 是 哀家明白你的心思 养心殿和易均宫宫也就几步路 为什么皇帝不亲自过来探你 还要问哀家 永锦 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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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家知道 永锦早上 你和皇帝都很伤心 但明明是你们两个最能互相安慰 却生疏至此 互相折磨 背天伤心 而且如今 嫔妃请安 你都裁剪到了每月三次 热闹都去了永寿宫 易坤宫门庭冷落 你这个皇后这么做下去 也不是个办法 阿臣眼下也无心热闹 安庆仙 倒是挺好的 皇后 听哀家的话 孩子已去 但只要皇帝在 总能生出下一个 皇后 别难过 眼下皇帝 既然通过哀家问起你 就说明他有心于你 只是碍于面子 他不肯走出这一步 那么皇后你 能不能先迈出这一步 去看看皇帝呀 查得如何 微臣自得皇后娘娘嘱托 不敢怠慢 拼尽全力 去查田氏之事 一直查到 田姥姥儿子手里 有比为数不小的银票 都是一个叫 克里耶特扎琪的男人 给田姥姥的 而这个扎琪 是于妃娘娘的侄子 你是不是查错了 海澜不会的 田姥姥的儿子田骏 之前对微臣说 田姥姥曾向她提起 是于妃让田姥姥 对十三阿哥下手的 微臣知道 此事事关重大 所以前来与皇后娘娘商量 可遍 天作 实在心 是 好 你 啊 我 你 你 皇后娘娘 微臣也去打探过 找了些熟悉扎琪的人 他们都说 曾经听扎琪扬言 说只要皇后娘娘的嫡子在 这吴哈格 便难有策利太子之日 如果扎琪说的话是真的 那于妃娘娘要害你 也不是没有理由的 皇后娘娘 奴婢方才经过延禧宫 谁知听说 于妃娘娘被皇上派人 带去盛行司查问 说是和十三案个字是有关的 皇上查问海澜 皇上怎么会 微臣彻查期间 一直是谨慎小心 没有跟皇上提起过半个词 此事太过蹊跷 三宝去打听一下 喳 娘娘 奴婢是想 现在旁的不说 于妃现在在慎行司里 您看您要不要去求求情 好歹 别让于主在里面受苦 在吴定论之前 皇上是不会让海澜吃苦的 那就好 好 慎行司来的供辞 你怎么看 要说于主会害咱们十三阿哥 奴婢自然不信 可这慎行司 一日一份证词送着 众口一说 奴婢心里难免会生出一些遗影来 你都生出遗影了 更何况旁人呢 奴婢是怕万一奴婢信错了 对不住咱们十三阿哥 奴婢也想 这定是有人刻意冤屈于主 可奴婢 又实在是想不出来是谁 一个人 还以为不住 是 是 干什么 我去看 你干什么 都不住 那又不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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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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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润肺生筋 只是怕皇上 怪咱们准备的不合时宜 这是心意吗 哪有什么合不合时宜的 果然青天赋予 朕珍惜想念你这碗 万象堂的滋味 庸景离世后 朕一直记挂着你 可总是跨不出一步 来见你 朕本以为 咱们的庸景 是被田氏害死 却没想到 有可能是被 于非 嫁借田氏之手暗算 田氏之子田骏 死于家中 下手灭口的是于非的侄子 扎齐 臣妾敢问皇上 扎齐 为何在事发的时候不动手 偏偏要在这个时候杀呢 是你让凌云车出宫 查访此事的吗 是 臣妾一直觉得 田氏报复之事 有人指使 所以就派令侍卫 出宫查访 据扎齐所言 他正是被凌云车 与田君的往来惊动 才在于非的指使下 痛下杀手 而扎齐也招了 使于非拿银子 贿赂天使 故意使你的台位不正 延长了产城 才害死了庸景 皇上 臣妾是不明白的 即便有扎齐的供词 于非 为何要害庸景 看了扎齐的供词 朕也在疑虑 于非虽然不得处 但却一直安分 皇上是知道 于非的好的 于非不争宠 尊荣和位分 还有赏赐 都不是他想要的 那他想要的 究竟是什么呢 朕的皇子中 就属永齐最出类拔萃 难道 他是看到朕偏腾永齐 才要杀害朕的祥瑞之子 而为永齐铺路吗 皇上 于非与臣妾相伴多年 他如若想要害臣妾的孩子 比谁都有机会 他如若忌惮嫡嫡子 早就可以对永齐下手 何必等到永景呢 天使 臣妾久居宫中 与于非并肩扶持 臣妾相信于非 不会害臣妾的孩子 如意啊 朕年少的时候 也很相信身边的人 但皇阿玛冷落 皇娘私心 兄弟争宠 妹妹疏离 就连朕的嫔妃 还有孩子 都各怀鬼胎 甚至还要行刺朕 所谓的信任 不过是金花水月罢了 臣妾明白皇上的反应 只是田氏一氏 就算人阵无阵俱全 臣妾也还是有异性的 田氏母子已死无对阵 扎琪是于妃的侄子 可并不见得对于妃忠心 她若是忠心便会咬死不说 她倒是一用刑便吐得一干二净 像这样的人 用许多方法 都可以让她说出违心的话 皇上 事已至此 但求彻查 不要冤枉了任何一个人 看来皇后 还是相信于妃的 你放心 朕一定会给咱们的孩子 一个交代的 到了用完膳的时候了 不如朕留在益宽宫里 陪你一块用膳吧 皇上 皇上 六公主 夭折之后 尹妃 一直想要一个孩子 皇上若得空 皇后 传爱六公 果然先得 是否 父亲 是否 一块用了 皇上 你也要一个女儿 是否 女儿 是否 是否 这还不得了 你也要一个人 一块用膳膳 是否 这都要一块用膳膳 也先向您 卖主一步低头了 您这样推走皇上 岂不伤了皇上颜念 为了十三阿哥的伤势 娘娘真要与皇上隔膜至此吗 皇上许久没来 那也是因为十三阿哥的婚事 让皇上伤心 皇上不想与娘娘两相伤情 皇上对十三阿哥的父母之心 跟娘娘是一样的 本宫知道他的为父之心 可是自用监死后本宫才知道 纵然有骨肉之情夫妻之意 在皇上心里边 也抵不过 虚无缥缈的天相之说 皇家历来正是天相 也怪不得皇上 而且当时 十三阿哥刚薨事 皇上心里不好受 又听了田氏的污蔑 难免心里过不去才疏远的娘娘 如今 于妃娘娘的事虽还有蹊跷 但皇上一心要追查 这也是说明 他要给咱们十三阿哥一个交代 本宫知道皇上和本宫一样伤心 想换拥挤一个亲命 只是皇上 留在本宫心里的结 也是难以小取的 皇后娘娘 于妃已在慎行司了 这件事迟早会水落石出的 您要宽心才是 于妃素来厚道 这其中必有误会 等弄明白就好了 臣妾听着到后怕 这人心之坏 防不胜防呀 令妃这话 好像于妃的罪名 坐实了似的 哪里 我只是随后一说罢了 皇后娘娘 女人 老娘 他在这儿 那儿 怎么说 女人 怎么说 女人 我 现在 我 由盛行司处置 本宫去了也是枉然 是 令妃 你是投胎 有你额娘进宫陪着 也是安心些 本宫这儿有几匹 将您制造的绸缎 送给你额娘 让她做几身新衣上吧 多谢皇后娘娘关怀 额娘进宫来 皇后娘娘 便赐了山东巡抚 近的东欧额娇 偏皇后娘弄身子不适 额娘不敢打扰 不能当面谢恩 这事儿啊 额娘一直挂在心上呢 额娇久福 轻生意气 望你额娘服下之后 对身子有益 臣妾代额娘 谢皇后娘娘 容佩 你陪本宫去安华殿吧 是 你们各自都回宫歇着吧 臣妾告对